磊哥和韩可皆等主播纷纷吐槽 新赛季匹配机制实在过于逆天 叛言新机制相比于上赛季更加不合理 纯粹就是折磨人 众主播主要从三个方面指出 其不合理之处 以时间引发广大网友热议 首先是磊哥 在玩了一百多把牌位的情况下 直言金牌加薪机制就是个阳某 在新赛季匹配机制 依旧是妖机制的情况下 玩家想拿金牌加薪就必须借尽全力 而拿了金牌后 又会牢上加牢 坦言在系统控制完加胜率的情况下 金牌加的心情都会吐出来 把我金牌掌的心情全吐出来了 所以这赛季有了很多高频分胜率 却不足50%的玩家 紧接着是韩寒可节 他们都对分布运选机制非常不满 其中可节巅峰在连续十多把 被分配到次选分布 不挂辅助或者对抗路的话 匹配时长又把把超过十分钟等的头疼 挂的话又几乎拿不到自己想玩的打野位 把把都是辅助 输赢全靠运气 实在难以忍受 破防务队青天大老爷 改的什么玩意 摆着匹配机真那个 我服啊 这改的 这游戏我不挂 辅助心不是啊 成活啊 孩子 坏了 我宁愿比十分钟 我也不想玩辅助了 不改匹配 那个常有100 能排个89分钟 都不一定能进去 改的就必定是辅助 谁爱辅助 改 基本上你只要改个不位 你百分百就是辅助 那我相机不改了 就改成这样 我顶多网络满手 不如发一路 如果系统给你安排辅助 你还敢拿其他位置 那么游戏结束后 等待你的 只能是体力之大惨 好的 我怎么还在匹配匹配的优秀 那个 能够出这个匹配机 啥呀 新常那样不就行的吗 他改个十个半位 然后你又是这样 真不如之前那样 谁分高谁玩 然后你现在改成这样的话 你要你一强大打野 都要不要扣 不能怎么玩啊 不仅可皆如此 韩汗也有相同遭遇 多次在同队排到三个队友 都是玩一个位置的玩家 其中一把 更是排到了三个顶级对抗路 结尾棋旁旁旁 和一个国父老夫子 三人 在首选对抗路的情况下 居然能分到一队 坦言 新版匹配机制 真的很不合理 根本解决不了 撞位置的问题 还不如之前 直言在三个玩家 同时首选对抗路的情况下 居然能排到同一队 简直离谱到家了 不料下一把韩汗 居然再次撞车三个打野 直接导致棋破防 木喷王者荣耀青天大老爷 最后是众网友表示 现在排到的队友和对手 实力差距太大 直言自己 是一个钻石菜鸡 居然经常能排到 十几个国父的选手在对面 坦言自己 就一菜鸟玩家 何德何能与国父选手对抗 直呼 这匹配机制 实在太迷天 不仅如此 网友还表示 自己每天打的游戏时间过长 就会赢一把输一把 即使多排 也躲避不了这个魔杖 实在是太痛苦了